30年前,一群父母面对孩子,没有受教权、工作权,出门寸步难行。 他们化小爱为大爱,认真地改变台湾的社福制度,为全国120万身心障碍者提供零岁到终身照顾。 他们的一辈子都需要被认真照顾,立即搜寻育成社福基金会。 不一样的认真,值得一样认真的你支持。 欢迎收看金明天下,央行在这一次第三季的礼监事会议,祭出了史上最严格最重的一次的打炒房。 那么央行总裁杨金龙他说,主要是要给炒房课一个lesson,就是一个教训。 那么在这一次祭出史上最狠的一个打房,到底会为房市带来怎样的一个效应呢? 当然在今天营建股,我可以说是海啸第一排首当其冲。 营建类股指数在今天重挫了超过6%,而且有20档的营建股都是被打到跌停板的。 那么在接下来房市的部分,只剩下低总价的这个小宅可以来救房市吗? 另外美国联准会在这次一口气降息两码。 不过很多投资人都在问,为什么美债的部分没有大涨喷出呢? 而不过在八大关股的一个部分,最近却是在扫货这个债券的ETF,是对于后市相当看好吗? 还有在这个大陆的黑神话悟空游戏,上市已经满一个月。 这个销量就超过2000万套,这也带动了整个显卡的一个表现。 显卡接下来会再掀起一波抢购热潮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显卡,为您邀请到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 大家好。 资产分析师陈薇良。 大家好。 房产专家叶国华。 大家好。 知谱产业趋势研究所所长杨胜凡。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薇良,央行打炒房,这一次是来真的。 他说要给投资客一个教训,那么接下来房市有可能会写流成河吗? 这是第七次的信用管制,第七次打房,其实每一次都是来真的。 只是这次是有够狠的,而且打了感觉会痛,史上最狠,而且堪称全世界最严格,那我想我们快速来看一下,这次打房的重点政策有哪些,第一个呢,我想是针对利率的部分,还是比较属于间接性的,调高存款准备率一码,而没有直接动到利率,那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直接调高利率的话,等于一刀往脖子插去了,可能一刀毙命,但是调高存款准备率,这等于是控制银行的放贷,在客户的筛选,会更为简单。 那这个部分比较像是,隔着沙包,重重打一圈下去,但是还是有一些缓冲的一个程度存在,那第二个部分则是,名下有房屋的人,那接下来呢,你买房子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贷款的宽限期,那这个一定会影响到资金调度,会马上大乱,本利都要一起还了,是,那再来呢,自然呢,如果你是要买第二户的话,那贷款的层数,就最高到五成,那至于说,公司法人买房子,或者是呢,自然呢,买豪宅, 高价住宅,那还有呢,买第三户的话,那贷款的层数,最高就是三成,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则是针对呢,建商的渔屋贷款的部分呢,层数也降到三成,所以可以看到,这是打房,他包括从银行端,建商端,还有呢,一些所谓的,投机炒房的族群,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全面的管制,那再加上呢,所谓的一个,适用范围,其实已经扩大到全国了, 因为现在,真的是北到南,西岸到东岸,现在的房价,真的是有一点,到处都在,草题才比价,那因此就是说,包括过去,可能永远都是,风吹草题,见牛羊的地方,那我们就不要什么,讲什么县市,但是呢,有一些呢,真的是比较偏远的一些县市呢, 也都开始有跟进补涨,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这样的一个断经脉的做法,就是不要让民众觉得,好像这个房价会,无止境的一直涨上去,对,那这一次其实呢,杨金龙呢,就有提到,针对这一次的,第七次管制的措施,央行的内部的同仁,不论是开会所花的力气跟时间,比过去的六次加起来,还要更多,所以才讲,这一次的打房,真的是,超级认真,而且是,完全是,非常凶狠, 人的往痛点打,他们觉得不是打房,是打草房,那因为其实,房市,股市,甚至,跟整个所谓的金融体系,会变成泡沫风暴,这个都是息息相关,那杨金龙呢,特别在会议中,多次强调,现在银行,因为其实,放贷已经来到的,几乎是,满水位的状况之下,那房贷的集中度,是来到37.5%,那历史的高点,是37.9%,所以,光看这个数字,就已经知道,这已经是在, 算是历史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但事实上,他说,不只是看这表面的数字,现在房市真正的状况,其实是比历史高点的时候,还要更为严峻的,所以央行一定要,赶紧在,灾难没有形成之前,要出手,所以也是要告诉,所有的投资客跟投机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你不要以为,第一个,你要借多少钱,银行都会一直配合, 好像借不完的杠杆,那第二个,你不要以为,房价只有涨不会跌,好像永远不回头一样,那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个房价状况,到底有多夸张,根据世界银行,去做的估计,全世界,合理的房价,应该,对比所得,大概是4到6倍,简单来讲,一个家庭,大家辛苦的,赚钱,存钱之后,你的所得,累积了6年之后,应该就可以买一间,你心目中的,理想屋,那这个其实就是,在世界,比较, 算是一个大数法则的平均,做参考,如果超过6年,就已经是不太合理了,对,那以台湾来讲,我们如果以6倍当做标准,不要说现在了,早在2008年,你看,十几年前,就已经超过这个标准了,那至于说,现在,最新的一个数字来讲,已经来到历史新高的10.35倍, 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工作,存钱之后,你要不吃不喝,10年以上,才买房子,但注意,这根本不切实际,谁会不吃不喝,是不是,所以实际上,当你扣掉了,教育费,生活的,开销,甚至餐饮, 这个制装,等等,各种的所得,其实呢,真的扣,东扣西扣的时候,所剩无几了,所以,对买房来说,真的很困难,尤其呢,在看到这张图,会让人, 深深叹一口气,一种无力感,这是什么呢,蓝色的部分是,信义房价指数,代表就是中股市场, 红色的部分呢,是国泰房地产指数,代表就是,一个预售物的市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条线,其实呢,从2000年以来,长期的趋势,它是不断的不断的走高的, 我们过去二十几年来,有没有发生过金融风暴,有没有发生过泡沫,有没有发生过股灾,有没有发生过空头市场,紧急摔摔, 通通都有,但重点来了,其实房价,它长期的趋势,还是往上,的确就是这样走的,那当然中间会有一些震荡拉轨, 那以整个台湾的房价,年均复合成长率是6.48%,别的不要说,我们台湾,其实民众,这么辛苦的工作,都是在卖肝,卖肾,那近十年来的一个薪资的年均成长率,0.57%,就算给你加上红利,年终,奖金,也不到一%,真的好低,那你对比房价的涨幅,所以怎么样努力的工作,能够存钱赚到,你心目中的, 理想说真的,那个都是,立志故事,那只是立志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恐怕真的很难,除非你要有其他的管道,比如说要投资,或者说就是,要有好爸爸,好妈妈,没有啦,所以我们看,如果以这一次,刚才提到的,没有宽限期,可能会造成,整个资金断链,或者是,资金缺口的问题的话,有多严重,假设我们以贷款一千万, 这不算是买什么,多大的房子,大概就是一个两房概念,那按照现在利率2.2%左右的话,原本如果你有宽限期,只要缴席,每个月还1.83万,就好像在缴租金一样,有点这概念,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个想法,所以说我干脆租不如买,对,那再来,如果现在变成是,你要本利,每个月摊还的话,变3.8万,等于一个月多2万了,那现在很多上班族,可能就是,领个3万4万的薪水, 那就算双薪家庭好了,真的突然,暴增了2万块钱,其实这个钱从哪里来,现在真的会很烦恼,好,所以在这一次,大家虽然觉得说,央行感觉好像出众手了,会不会伤到房市,但好像这是必要之恶吗,伟良,好,那我想,央行这一次的众手,股价会说话,我记得,上一季,就第六次信用管制出来的时候,我也在节目中讲,当时的营建股股价,很呛, 继续涨,完全不给张好面子,完全就不管在上一次的信用管制,没有在怕的,跟这一次情况,真的不一样,一面倒,一片惨率,使党跌停板,这是非常罕见的,营建股的股灾了,那我想,以现在的一个房价,对于建商的影响来说,第一个,一时之间,价格可能不会那么快松动,因为它还是有,像土地,原物料工资,这些成本垫高的问题,但是,他们比较怕是,如果这个影响, 的时间拉长的话,那个量,房市成交的量,如果开始,制延,那这个就,必须来讲,有一些小型的建商,他就会受到,很明显的冲击,那当然,本身,口袋深度不够的小建商,这一次大概已经,真的是,头感冒了,因为,可能都快要活不下去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整个国内的一个,房市管制之下,会让建商变成是,大的,当然还是能够活下去,但是冲击难面, 但是小的可能会,慢慢从地表上消失了,整个,台湾的一个房市的经验,也可以参考,过去日本,现在大家都说,台湾是,生不如死的时代,因为出生率低于死亡率,那所以,我们是负成长,人口越来越少了,那到底是什么驱动房价,好像这样子,看回不回,主要是在于,加户数,现在,全台湾的加户数,已经来到,934万户以上,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每一户的人口,只剩下,2.51人,创下历史新低,刚好是一个强烈对比,现在都是小家庭,对,也就是说,像以前南部,可能,一家好几口,甚至祖孙三大,一起住,透天,透天,对,那现在可能,也住电梯大楼了,在像,是双北,很多,以前,一家五口,住一间房子,现在一家五口,可能住两间,甚至住三间房子,所以就是,居住形态的改变, 所以,加户数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还是会提供,这个房地产,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力道,只不过,市场的主流,当然就是转向,小宅跟两房,为主流产品 好,刚会让我们看到,就是央行,祭出了史上,最重的一次,打炒房的一些措施,我们要请教这个叶总,是不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两年,这个房市真的很热,有些地方,他可能,我晚一点买,才隔几个月的时间,又贵了几百万,甚至贵了上千万的一个情况 你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个,大概是我从业三十二年来,我觉得从去年的九月,到今年的九月,我看的最惊吓的一次 为什么,因为怎么这么多人冲出来买房子,而且不计代价,非买到不扣,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因为其实一开始,是要协助年轻人买房子嘛,所以叫年轻人买房子,住行器,新清安贷款,结果搞到后来变成, 新清安也被利用了,对,搞到后来变住燃剂,对,把整个房市给烧起来了,那怎么烧起来,要举几个例子给你听,比如说淡海新市镇,淡海新市镇呢,在此之前,去年八月以前,大概平均成, 成交价大概22到24万,还二字头,还二字头,现在呢,如今,平均成交价,单价都已经上30万了,那如果我们用幅度来看的话,23万到30万,是不是涨了快30%,20几%嘛,那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一个房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涨快20几%,快30%,那这样的现象,如果只是存在,单一某一个地方,就很好, 我们现在在所在,所在的地,内湖,有没有在过去这一年,涨个20几%,没有嘛,你看大安区也没有涨30几%,都没有这种事情,价钱都还是维持在稳定的,可见的这一次,这个新清安贷款,竟然造成了,所谓的蛋壳区跟蛋牌区的房价的上,涨幅的这个趋势,远远超过所谓的蛋黄区,这一点非常不可思议,所以他打草房,他这一次也没有限六都或七都,没有,完全全国适用,全国适用, 为什么呢,因为突然间全台都火烧起来了,遍地,遍地火源,你知道吗,所以他不得不采取这样子,我相信连在央行上班的一般的公务人员,都发现他去看房子,不管他住永和,我知道很多央行人住在永和,中和的,或者是景美区的,他即便在永和或中和,跑到山边去买房子,怎么变那么贵,贵到你很难以想象,所以央行这一次出重手,不得不,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贷款里面,他发现你很多人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漏洞去贷款,我们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买房子的宽限期,有五年这件事情,竟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那个宽限期呢,造成了所有人买房子之后呢,没有人在还本金之后,银行的钱全部放出去以后,没有还本金,那造成他现在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融资余额,已经接近他的满水位,三十八吗,二十七点多,二十八点多,非常危险,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吗,在这一年来,大概多卖了七万户,平均每一户多带一千万, 这样是多少钱呢,就是七千亿,好可怕,他的金额,就突然放出七千亿,所以他为什么要升准不升息嘛,就我要让你央,各个银行可以放出去的,这个房贷的余额变少,所以他每升0.125%他就收走了一千多,0点,就一码他收回来一千两百亿,所以已经升了四十码,收回来将近五千亿了,那就是希望不要让这个钱,一直放去炒房市,那这样的结果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呢, 我刚才跟你说,就在我们附近的内湖,大概就是在一年前,这个房价开价两千五百万,就内湖入某一个地方,开价两千五百万,那时候才来三个房子,三个买房来看嘛,看了之后呢,当下立刻就被买走,另外两个觉得那有可能,现在房价怎么可能这样,结果呢,这个同一个社区,隔不到三个月后,另外一户拿出来,两千七百八十万,马上才几个月就多了两百万, 那不好意思,前面那两个没买到的,瞬间就把那两千买到,可是同时还看来变八个,注意到,我刚才讲什么,新清安贷款逼迫出非常多,本来不会出现的买方,对,他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你知道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如果一台车一台车来,你就一次来三四个三四个,很好做生意吧,对不对,游览车一台一台进来,你怎么做啊,你根本消化不料,所以你就东西就越卖,就随便卖,而且越卖越贵,大家都一直抢买,新清安本来是政府的美意,希望帮助年轻人,这边是政府的美意,希望帮助年轻人, 这些手购族可以买得起房子,但其实真的都是年轻人,都是这些手购族在买的,就假借他们的名字,借他们的人头来买的,很多,因为过去投资客很多就这样子,我不符合你符合,你人头借我用,不管是以前我们的合一住宅,都是这样子嘛,然后就给你一个人头费用嘛,那利息我去缴嘛,所以银行刚刚就看到说,怎么叫做借投资客炒房,你看到银行可以找出15个,疑似投资客炒房的这些现象,这都是在 银行里面嘛,随便讲一条,就是说,购物价金来是无关的第三人,就在买,那价金怎么别人来的,银行都有这些讯息,然后呢,房子短期内,批凡交易,成交价有问题,然后第三个是,借户跟签约人,非同一个人钱,双方无合理关系,就是借钱的人跟签约,跟银行签约,借钱的人竟然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其实银行很容易分辨什么是投资客,那银行绝对是发现这个事情非常严重,而且非常多,那就我来看, 也真的非常多,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不二字下去的话,是,刚刚讲的那种新,大海新市政的房价,涨得快三十趴,对,不是只有他,各位,我再帮各位复习一下,各位知道桃园巴德吗,桃园巴德的平均房价大概二十几万,他在之前,甚至更早之前,他才一字头,对,才一字头,但是今年呢,大概在,现在是九月吧,大概在六月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建案呢,三百多户,平均单价是三十万以上, 你知道吗,一个礼拜全部卖完,一个礼拜就完销了,是,所以刚刚,刚刚的那个建商,以前都是一片红,股价一片红,你刚刚看到我一片绿,绿油油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家就有问题了,他们可能不符合,那个刚刚所谓的,就是央行这次,第七次的信用管制,他的贷款的额度,包括他贷款的,这个所谓的困献期,都没有了,包括他的贷款的,这个总乘数都下降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造成,你看看,如果连巴德都这样,各位,我帮各位复习一下,巴德捷运还没有通车,各位记得,民国九十五年的时候,我们内湖,整条线的捷运都还没有通车,你知道内湖,线上的内湖路,一段二段,也就是我们,TVBS守在地,这个内科园区附近,你知道对面那边的公寓,平均的公寓成交价才二十五万,那,那如果桃源的巴德捷运都还没通,为什么他大楼全部,一线都在三十万, 三十万以上,你知道谁受得了吗,他也没有内湖这样子的内科园区,产业园区在支撑着啊,所以这个房价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了,所以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是一个叫嘉义,我可能大家都没听过的一个地方,叫马仇后,你可能都没有听过,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吗,是的,瞬间他的房价预售就来到五十,接近六十,嘉义,我相信可能十个有九个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可是他房价要上来,所以央行在这一次,所谓的蛋壳, 甚至不知名的地区的房价,全部抬上去之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政府不出手的话,大家就觉得,你对于台湾的房价长成这样这么夸张,怎么毫无作为,但你出手了,大家又觉得是不是下手太重,接下来刚刚包括我们提到的换屋组会被影响,有些小件商会倒闭吗,是,小件商会倒闭,这个我认为,在这一波打下去,会发生,然后央行是这样讲的,出重手,波及一些无辜,在所难免,做一些小型, 牺牲,所以你要准备好,如果你牺牲不能,你准备倒,那我最近的房仲,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知道弄一个案子要弄成交,比如说,我们两个协调,你是卖方一千八百万,那我一千六百万,我们两个协调,然后中介瞧了半天,搞不好瞧了一个多月以后,终于成交签约了,不好意思,签约之后,不是我们两个决定能不能成交,是谁,你知道吗,银行贷款, 因为我买方我需要融资,那以前你只要签了约,把键送到银行,银行核贷了就OK了,现在不好意思,现在不好意思,你现在弄好了,送过去以后,银行说不好意思,他排队,排队,最少四个月,所以他等于是延后他交屋的时间,那四个月是不是一定确定可以拨款,还不一定,还要看状况,那怎么办,所以, 仲介就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到时候屋主说,这个买方没有如期付款,是你仲介没有协调好,所以你仲介要负责,要赔偿,所以你看,这种特别预定事项就存在买卖七月书里面,就双方合议,如果本案的产权移转跟抵押权设定完成之后,应不可规则于双方因素,就不是你卖方,也不是我买方的因素,因为我贷不到钱,对,如果利用金融机构的这个拨款或排队拨款,致使本案买方贷款延期拨款时,双方同意无条件, 配合金融机构,拨款作为,不得互为主张,合约延迟,违约责任,亦不得向仲介公司,有任何主张或请求,这些文字,你看都用得很精准,对不对,所以现在要多签这一张吗,一定要签,一签没有办法成交,因为仲介会无限责任,是,其实是贷款,那个银行放不出来,可是仲介就这样,但是你知道吗,这样之后呢,我告诉你,八月份之前的,成交的速度跟热度跟八月之后的成交速度,我只可以这样跟你讲,八月之前叫你休假, 所以这个状况呢,真的会教训到投资客,也会教训到投机客,那整个房市来讲,他会做一些降温,这个降温其实对台湾是相对好的,可是呢,立刻会受到教训的,第一个是小心建商,第二个是重建,比较无辜的是幻屋组是不是,幻屋组会受到影响最大,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电子业的,科技业的, 他写程式的,他们就在领口,他要换屋,叶总,那我这样带得到款吗,你去问问看,你保证带不到,怎么可以这样,我小孩长大,现在只有一房,加一房,我根本住不下,这样的人都会被打到,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会被伤及的无辜,那这个也避免不了,所以,央行出重手,这一次,我看是下定了, 好,刚叶总,那我们看到呢,央行在这一次,祭出这个重手,要来打炒房,似乎呢,真的是必要之二,因为台湾的房市呢,在房价的部分,这一两年,真的这个涨幅非常的夸张,不过呢,是不是央行总裁杨金龙,他也有从其他国家,在过去一些发生过,比较不好的例子呢,让他警觉到,必须在这个时间点要来出手,我们请教英老师,因为呢,其实杨金龙还有多次提到,这个日本在过去的资产泡沫破裂,还有美国的次贷危机, 当时这两国,他们的市场,都会认为说,房价会一直涨上去,结果到后来就真的出事了,我想央行大概发现了,我们台湾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已经出现了,那如果万一爆掉的话,那整个台湾经济都会出问题,我们过去就发生过,不过我们如果看,他提的这个日本,日本大概在1986年,因为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 广场学艺,就是说,因为日本对美国一直贸易顺差嘛,所以他们要求日币升值,那日币升值的话,资金就大量跑到日本去,套利, 因为我钱进去换成日币,日币升值,我就赚到了嘛,钱进到日本以后,又去买股票,买房地产,所以日本整个这个经济,全部都烧起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到了1990年,日本发现,这样下去的话,受不了了,日本经济,所以他们中央银行就开始紧缩,结果一紧缩以后,日本的经济 就跌到谷底,一直跌了,一直到现在30年起不来,他们说,过去是失落10年,现在失落30年,所以他的后遗症这么严重,所以那个产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看到日本,这个例子在前面嘛,就怕,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嘛, 美国,我们晓得在公元2000年那个时候股市,美国的房地产就一直在涨,那一直在涨的这种背景之下,他们这个,这个当时的美国的这些这个银行,又出现了,钱多的放不出去,就烂头寸,放不出去,所以银行就找到建商合作, 就是说,我们这个建屋造正,然后我出钱,给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来买,你建商卖给他,那大家一起发财赚,那对于银行来讲的话,银行不怕,因为房地产一直在涨嘛,对,如果你还不出钱来,我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我还会卖更高的价钱,所以说银行当时根本不怕, 所以银行就做,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去吸引这些低薪阶级来买房子,那当然吸引低薪阶级的方式有很多了,就是说,他甚至推出就是,你不需要自备款,你一进来,你只要交分期付款,你就可以住进这个房子, 甚至还有人说,你到最后你如果还不出钱来,你把房子交给银行就好了,你不必付最后的贷款,就本金你不必付了,因为银行拿去了,也卖更多钱,可以赚更多,所以各式各样的这种设计出来了以后,那房地产市场当然就更旺了, 可惜到了2006年,美国的央行利率就开始上升了,那利率一上升,这些人本来低薪阶级就付这个贷款就很难了,现在这个利率一上升,他缓不出来,刺激房贷的坏账就大量的出现了, 是的,风暴就发生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银行抓了一大堆这个刺激房贷的房子,而法派物卖不掉,那房地产市场就崩溃, 房地产市场一崩溃,银行就更惨,那银行就倒,那这一连串下来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2008年的金融海啸,世界性的金融海啸, 因为透过各种金融工具啊,很多银行被扯进去了,所以在这种情绪之下,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了,那这种状况会不会发生在我们台湾? 他真的很难想象,这一两年房市热成这个样子,这个涨幅这么夸张,短短的时间涨个两三成,会不会也真的泡沫破莲? 那我们台湾的状况就很好玩,当时在这个1986年,日本的那个开始烧的时候,我们台湾也被美国人要求台币升值, 所以我们台湾开始也变成台湾前沿脚步,我们的这个当时股市啊,原来1986年股市最低的时候升600多点, 到了1990年,涨到一万两千点,就是因为台币升值,然后1990年的二月份股市爆了,所以到那年底我们剩下两千点,那个万字不见了, 那同时我们那个房地产也是一样,我们房地产当时在这个1997年,那个住商不动产做了一个研究,一个报告, 就是说我们那一年里面啊,大台北地区的房地产,上涨了一年里面,涨了一倍半, 你可以想象到我们那时候房地产市场变得怎么样子旺,那这种状况到了公约,到了1990年股市崩盘的时候, 房地产也差不多很危险了,随时可能会崩,我们的央行就推出一个政策, 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热气球理论,就是房地产要崩了,对不对,就像热气球没有气了, 要掉下来嘛,那央行就打一些热空气进去,让它浮钱,这个热空气是什么呢, 就第一次购物,低利贷款,让这个第一次购物的人进来买房子,利率很低嘛, 那房地产市场又冲起来了,就不会完全垮掉,那央行用这一招把我们的房地产从1990年一直撑到1998年, 都,我们的房地产市场都慢慢的维持没有垮下来,那当建商在这个时候嘛, 可能资金周转不灵啊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我们的建商啊, 就开始刚好我们金融市场开放嘛,建商就这个到股市去上市,取得资金, 或者去买一家银行,变成银行的募资等等,所以建商又也活过来了, 所以我们台湾的经济啊,那个时候房地产就没有出状况, 可是到了1998年的时候,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1998年啊, 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子业很旺, 因为有个公元2000年千禧年危机,大家都在买新电脑嘛, 所以我们电子业接单接不完,跟我们现在电子业有的旺季差不多,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因为电子业望, 所以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了以后,全亚洲的股市的货币都大扁, 我们台币因为电子业的关系,我们就扁得比较少, 这样子一来台湾的其他的出口业整个垮下了, 所以到了9月份我们的出口业啊,就崩溃了, 货币太过强势了,传统出口业就崩溃了, 就借不到订单嘛,那一崩溃的话, 整个这个股市大跌,整个这个市场就, 我们的经济就变成负成长,在那种背景之下啊, 我们台湾的经济就开始浮出问题来了, 那当然很多的银行也开始被扯入了, 那我们的财政部就说,那你银行对这个问题贷款, 你要展业六个月,那展业六个月还是坏账, 所以银行被扯进去了,然后到了公元2000年, 电子业的订单也没有了, 所以整个我们台湾的经济就进入了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那这种环境就有点像日本的失落30年, 我们现在等于是失落20年, 所以在那个时候之后啊, 我们台湾经济一直就会在谷底,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啊, 我们的银行当中担心啊, 就是如果再来一遍的话, 我们台湾经济受不了了, 而且我们现在的背景刚好电子业也是特别旺, 背景跟当时的状况其实还蛮类似的, 其他产业,其他出口业不好, 可是我们的房地产现在看样子, 如果是吹这个泡沫吹太大的话又会爆了, 又会产生问题, 所以我们的央行被逼的非要出手不可, 那您老师觉得这次出重手的话, 真的可以达到成效吗? 这是打房打得很重, 可是它只是紧缩金融面, 他就忘了一下我们台湾钱太多了, 这个你仅说银行的贷款, 可是有钱的人还是很多, 他就不要贷款, 所以说他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 现在还不晓得, 不过至少你如果要用贷款去买房子的话, 就比较困难了, 那这样的话它的需求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能够, 我们叫软着陆, 大家平平安安的过, 不希望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市场, 真的总是泡沫, 泡沫破掉然后出现的这种状况,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在产业的部分, 苹果在日前他们这个秋季发表会的时候, 推出他们最新款的Apple Watch 10, 在这一次我们要请教Simon, 最让大家觉得特别, 除了他很薄之外, 他加入了一个新的设计, 就是他可以去侦测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对, 因为这个就是趋势, 我们进来我们在去年的七月七号, 其实我们就讲过说, 沉默的睡眠杀手, 睡眠中止症, 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Apple刚才有提到, 另外包含三星的Galaxy, 其实也都做了, 也有这个配备, 只是不同的是Apple他要求更精准, 所以你可能要待三十天, 然后他测十天, 然后测完十天以后告诉你说, 你好像真的有, 然后三星可能说你测十天, 然后你只要两天, 然后待四个小时以上, 可能就可以测, 所以他们不同的方式, 但结论就是呼吸中止症, 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已经变趋势, 各家都会把他加入, 没错, 那另外呢, 为什么, 我稍微跟大家讲, 为什么真的很重要, 就是大家可能每次都会觉得, 怎么睡眠品质不好, 或是怎么睡越久, 怎么越累, 我跟大家讲, 大家用图简单的说明, 正常我们都是这样, 你躺下去, 然后呼吸都很顺畅, 然后就好好睡, 然后结果躺下去, 这挡住了, 挡住为什么呢, 你有时候就好像人, 就是肌肉会松弛, 这叫伤呼吸道的塌陷, 然后会导致, 你可能有, 本来就有疾病, 或是一些遗传, 或是年纪大, 都会有, 然后它的严重其实是, 如果你停10秒钟, 塞住10秒钟, 你大概血量就降3%, 然后通常, 我跟你讲, 通常如果严重了, 或是重度了, 他就睡, 然后睡一睡以后, 突然会降到5、60%, 然后你要知道, 这样好危险, 对,降到80%以下, 就伤害我们的, 会开始慢慢的伤害我们的器官, 现在, 我们以前常常看到就是, 你可能去, 你就算去睡眠中心排队, 你要插, 就是要贴很多, 然后弄很多, 你又看到, 这样很难睡得好, 对, 所以, 为什么是说, 干扰很多, 成本又高, 然后可能又睡不好50%, 对, 而且你还要排队, 这比那个热门的餐厅, 还要热门, 所以过去要去監测的话, 真的好麻烦, 对, 可能要排一两个礼拜以上, 才预约得到, 所以, 这个都是旧的, 所以才会有新的, 然后, 所以我们看一下说, 为什么新趋势很重要, 第一个, 现在有感测器, 越来越敏感, 然后AI, 再加上大数据分析, 所以, 现在的灵敏度, 包含Apple的手机, 还有三星的手机, 三星的, Apple的手表, 或者是三星的手表, 其实, 他们的灵敏度, 都可以高达九成以上, 所以, 他的用法就是说, 他用, 所谓碗的, 脉搏的一个光机体的, 一个测试, 去了解你, 血氧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浓度, 等等的, 去量测, 然后告诉你说, 你好像是OK的, 那没关系, 你就继续带, 然后如果不行, 你就可能就要, 就要再去做, 比较深刻的检查, 那另外一种, 就是带在, 现在这样, 带在你的手指, 对, 带在手指, 然后监测你手指的, 像是在造新店图这样, 直接夾在手指这边, 夾在手指, 原则这样夾一个就好, 因为也不用夾很多根, 现在没有那么麻烦的, 一个科技, 所以他就可以知道, 那这个的话, 叫做, 我们去看的就叫做, 动脉的一个, 光体肌的一个侦测, 然后另外, 那你也不喜欢戴手表, 你也不喜欢戴, 手环什么之类的, 那你可以直接睡, 现在有那个气垫, 他叫气动侦测, 用这个气垫来侦测吗, 对, 所以你睡在上面的时候, 他就可以告诉你, 他就会透过压力, 然后甚至他会底下, 放一个麥克风, 看看你有没有打呼, 或是你的心跳等等的, 去了解你整个睡觉的一个, 是不是有呼吸中止症, 所以现在的一个新科技, 就是感车器加上AI加上这些, 其实就创造了新的一个, 商机出来, 那台湾有搭上这一波顺风车, 我想因为我们看到, 真的商机真的很大, 所以台商原则上也不会缺席, 而且越来越, 做得越来越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他的成长的年复合成长率, 这设备的部分, 对设备而已, 不包含软体跟服务, 已经可以高达16.8, 也就是他大概2028年, 大概就有22.5亿美元的规模, 虽然跟我们的科技产品不能比, 可是对医疗产品, 其实已经很大了, 然后最重要是因为, 他大概10亿的人口, 大概七分之一左右的, 其实我们的成年人, 都有这个毛病, 这么多人, 对,美国人更多, 应该是很多患者, 自己没有在侦测出来吃, 自己都不知道, 反正就觉得睡不好而已, 睡不好就继续撑, 但是真的就是有这个状况, 然后美国人的话, 大概是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台湾人其实好一点, 因为我们可能也比较养生一点, 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但是还是很重要, 就是还是要去预防这些, 我们的呼吸中止, 甚至来做一些治疗, 所以在台湾这边的话, 就有所谓的一个安克的, 一个相关的生意做的, 那这一个的话, 其实都有经过FDA, TFDA的验证, 像我们手表, 就是三星的手表, 或者是Apple的手表, 告诉你, 可能还要经过我们TFDA认证, 所以搞不好还要将近一年, 我们才能真的用到那个功能, 还要看, 那他主要来讲的话, 大概十分钟左右, 他就有办法, 他就直接照, 然后去侦测你舌头的一个体脂肪, 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真的有松弛的现场, 十分钟真的很快, 很快, 所以他现在已经成功外销, 美国,韩国,泰国等等的一个国家, 这种就是你要去侦测, 要去医院, 那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大力光, 大家都知道他做镜片, 他也有做, 所以他是旗下的子公司, 没错,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 连镜片都会想要来做这种, 呼吸宗旨相关的一个检测, 所以他就贴一个, 他也没贴那么多条线, 他就贴一个, 心电仪在这边, 另外你再配一个血氧仪, 所以他就可以去了解, 他整个的呼吸, 是不是有呼吸中止针的问题, 最后的话, 还有泰博科技, 这个就是一个智慧介质, 有点像魔戒这样, 带着大概四公克而已, 带着就跟我们前面讲, 他就有办法去侦测, 你手指的血糖相关的一个, 血氧相关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认为说, 整个台湾的一个科技产业, 在这个呼吸中止的一个商机里面, 是没有缺席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在美国联总会宣布降息两码之后, 很多投资人都在问, 为什么美债都没有涨, 那么这个时间点, 还可以去布局美债吗, 我们稍后来关心, 在美国联总会宣布降息两码之后, 原本大家就觉得美债应该有发挥的空间了, 结果智领, 在最近有网友就说, 老婆一直在问, 为什么都降息了, 而且一口气降两码, 美债还不涨, 对啊, 降息两码只有跌两天, 很多老婆大人都在问, 我的这个私赖也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债券没有涨, 对,为什么, 那尤其现在我们又看到这个经济学家, 又看空美债, 刚降息又看空美债, 我们来帮大家做, 好矛盾是不是, 对,帮大家解惑一下, 那这位网友很有趣, 因为他没有我的LINE, 所以他直接去PTT问, 因为很多人都持有这个00679B的原大美债, 那我们可以看线图就是看到说, 美债他竟然没有创新高, 而且还往下跌, 不少人是最近用农丝进去, 会赌要降息, 结果落空了, 那加上现在经济学家又看空美债,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不用担心, 第一个是因为第一次降息之后, 股债的表现, 我们之前节目就跟大家报告过了, 其实刚开始降息, 头等债的表现会不错, 那刚刚这位经济学家, 他也提到说, 因为经济是软左路的预期, 软左路代表经济不错, 所以代表公司违约率的部分, 几率是低的, 而且他配息率又比较高, 所以要买债, 第一个答案是, 你要买头等债, 其实这一点志玲, 之前在节目就有提醒大家, 如果选美国公债, 还不如真的观察一下头等债, 我都记得很清楚, 三月四月七月, 我都有来,都有讲, 代表债券价格就是涨的, 好,那他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九月十八号降两码, 结果债券值的利率往上, 那就是有点利多出尽, 大家会担心, 好,那我们要怎么去解读这个图片呢, 现在联主会刚降息, 他降息的利率是在4.75到5%之间, 那我们就去找, 十年期国债, 他当时反应的地方在哪里, 四月中, 所以代表说, 十年期国债, 他有超前五个月的反应, 所以如果我们下一次, 要进场债券的话, 那我们就往后推五个月, 往后推我们帮大家加好了, 大概是明年的二月份, 二月份, 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 降息的一个预期图, 那明年二月份, 大概一月底这个位置, 他大概是落在, 3.75到4%这个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 殖利率如果十年期国债, 来到这个区间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去布局债券, 所以也从技术面, 跟大家解释这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到这个地方, 也刚好在4%的部分, 所以如果他反弹上来, 到这个下降轨道的地方, 靠近4%的话, 你想买债券, 我觉得是可以做入手的, 好, 不过要再请教这些, 如果说头等债的话, 我们之前在节目, 也有提到, 像937B等等, 那什么时候, 我应该去设这个停利呢, 获利出场最好的时间点, 没错, 既然教大家怎么买, 也要教大家怎么卖, 那我们就来, 从这个联准会, 他的这个, 九月份的季度经济预测, 因为他三六九十二, 都会针对经济的一个预期, 好, 一个是失业率, 那目前失业率大概在4.2附近, 他预期呢, 2025到2026, 都在4.4到4.3这地方, 代表这个失业率, 不会往上升, 所以软着陆预期, 联准会也是这么看, 所以这也是跟大家验证, 确实可以买, 这个公司的投资整理债, 再来我们看什么, 就是利率, 他终点落在哪里, 那明年2025年, 他大概是预期是3.4, 到2026到2027, 包括长期利率是2.9, 也就是说, 将来观众朋友, 如果你看到10年期国债殖利率, 跌到3.4之下, 甚至跌破3, 那就是你要减码债券的时候, 要赶快先, 可能部分货力出场, 所以就是这个投资密码, 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既然要买投资点资债的话, 我们找台湾, 量就大了这三档, 那如果你是保守的751B跟这一档720B, AAA跟BBB, 其实你都可以去做配置, 那这档股票, 因为9月18号改缸除洗税价格下来, 到目前为止, 他的一个配息率, 其实也是有5%, 那是1470这个季度会配, 那你如果再搭配这个BBB的话, 他是2581, 那他的信用层级, 虽然是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他也是投资等级债, 那他在10月中要除全息, 大家也可以去做卡位, 那最后一档就是, 我跟斐鱼的最爱, 就是这个00937B, 然后那他的这个配取率, 从我们讲6%已经, 他已经跌破6了,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他9月23号即将除取, 就是下礼拜, 如果你想入手的话, 我觉得这三档投资整体在里, 你都可以做观察,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当然降息也让黄金的价格, 再创新高, 不过说到这个白银的部分, 这个涨幅是不是接下来会更大呢, 我们稍后来关心。 也是因为美国联准会讲起, 让这个黄金的价格再冲高, 不过要请教微量, 其实不只是黄金, 白银的涨幅更惊人, 黄金白银, 号称为贵金属的两兄弟, 就是说过去的股价走势, 其实是一步一趋, 但是这种周期性的波动, 有时候还是有可能呈现, 某一种金属, 它变成是短线比较高估, 有一种当然相对, 可能就变成是低估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最近的一个, 白银的上涨幅度来看, 其实比黄金还要涨更多, 就画面中红色的这一条线, 就是白银, 对,那似乎就是表示说, 现在虽然黄金已经创历史新高,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但是其实白银有点低调的, 开始补涨, 而且正在加速的冲刺当中, 那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过去历史上, 这个白银跟黄金之间的相对关系, 有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 就是所谓的金银比, 那这个金银比, 就是用黄金的期货的价格, 就属于白银的期货价格, 根据统计长达百年的历史, 大概这个平均只是在60附近, 那以近期来说的话, 其实已经攀高到84了, 所以就代表, 如果相较于白银来看的话, 现在的黄金是比较贵的, 然后白银当然就是比较便宜的, 被低估的, 那因为白银, 其实它除了是, 所谓的避险资产之外,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应用在工业, 制造业, 科技业, 这是因为物理特性, 有比较好的导电跟散热的一个性质, 所以如果说, 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 接下来经济并不是步入衰退, 而是走向于软着陆, 那其实很多的制造业跟科技业, 也都会有扩大资本支出的机会, 尤其就是说, 以白银应用在太阳能板, 现在因为中国积极在做, 能源的转型策略, 所以太阳能板正在加大扩制, 扩建, 所以对白银的需求, 也渴望增加, 那我认为, 如果以国内这边, 可以相关联动的, 要怎么样去投资白银, 相关联动的标题来讲的话, 就是00738U, 这是有挂牌的白银ETF, 那大家看, 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 已经超过两成, 事实上也比大家所关注的黄金的涨幅, 还要略胜一筹, 那当然以黄金, 如果大家还是很喜欢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短多可期, 那根据就是这个所谓的布铃通道, 如果接近上元的时候, 大概就是超过2600到2700这个区间的话, 可能会是相对的压力区, 那目前如果有接近这个, 所谓的一个通道的中间值的话, 大概是在2500这个附近的话, 那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还是可以适时的灵活操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大陆游戏黑神话悟空, 他已经销售满月了, 而且卖得非常的好, 那么也带动了这个显卡的需求, 我们稍后来了解。 大陆游戏黑神话悟空, 销售已经满月, 而且他买得非常的好, 已经超过2000万套, 那么志玲, 这也让整个显卡相关的族群, 整个都被带动了, 对啊, 台北股市今天虽然开高走低, 但是这个族群非常的强势, 那在这个黑神话悟空, 一开始他开卖那一周, 其实我们就马上跟大家做分析, 那这个高盛, 他其实预期只会卖1200万套, 结果他卖超过2000万套, 而且他是个3A的游戏, 那3A游戏他的显卡, 必须要非常的高, 但是现在刚好遇到一个时机, 就是回答了这个4090的, 这个旗舰款的显卡, 刚好出来, 下个月要停产, 下个月要停产, 停产之后, 现在这些的游戏玩家, 就非常的紧张, 说那我必须要赶快去, 抢这个显卡, 所以其实这个族群, 今天来讲的话非常强, 我们其实也看到说, 今天盘面上像陈奇, 印太, 这种比较小型的, 都拉上涨停板, 那像华硕技嘉维新, 这些的一个表现, 其实也都是非常不错, 那我们在上一次节目, 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说, 你现在要买股票, 其实要稍微斜杠一下, 除了显卡之外, 他还有别的题材, 还要有别的题材, 那这个华硕, 维新技嘉, 他们是显卡三雄,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们这边帮大家找题材是说, 因为其实华硕来讲的话, 他特别提到说, 他跟辉达合作的, 这个AI伺服器的晶片, 大概预估下个月要出货, 因为GB200延后了, 但他这是一个, 比较属于客制款, 加上高通推这个AIPC, 相关的一个数字都非常不错,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上次来跟大家讲, 其实今天也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那这个既然带头大哥在场的话, 怎么可能另外两个显卡不涨, 所以维新来讲的话, 他有吃到这个机器人相关的题材, 那也是显卡高级的部分不错, 那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就是, 维新跟技嘉这两档股票, 法人还没有什么琢磨, 对,